歡迎來到電玩MASIA款第二十期 哈囉,我是SKY 我們這檔節目會在禮拜日更新 會有當下統準下來的遊戲評測 還有新聞 讓大家可以在每個禮拜 清楚明白這週發生的事情 像是這個禮拜就有不少的強作出來 我的世界傳奇 為什麼會褒貶不一 那死亡之島 為什麼媒體說難玩 玩家卻好評不斷 這就是重點 會在電玩MASIA款做一個解析 讓大家有一個當週遊戲的所有懶人包 而且只要你有把影片看到最後 只要針對影片留下你的心得 什麼都可以 那節目就會抽送一張PS Plus的月卡出去 那麼講到抽送 順便來開獎上個禮拜的得獎者 獎獎 恭喜你得到這次的月卡 記得寄信到我致點的信箱 好讓我知道是你唷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 本週最良極化的新聞 死亡之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死亡之島 Day Island 2 這款遊戲等了好幾年過去 準備給它上線了 人家說這款遊戲等了十年 啊這十年的梗是什麼 是因為前作在2011年就推出 從2014年的伊山展就說要出了 預告片跑步跑啊跑啊 跑了八年之長 觀看次數還有好幾百萬 算算也差不多10到11年左右了 這個月的21號才把遊戲給上市 就是這十年 一代最主要的故事 是發生在巴諾伊島作為遊戲的主場 有天突然發生了一個病毒大爆發 然後跑錯了上市 剩下四位的免疫倖存者 在島上生存 但其實當時的預告片啊有惹出不少的爭議 因為遊戲推出之前 預告片是一個家庭拯救家人的故事 影片裡面的上市啊 太猛太強了 把女兒咬死的片段太過血腥 那多數玩家在那時候看完就有兩極化的看法 一些人覺得描述的太真實的不舒服 那一些人則是覺得上市題材很心盈超期待 也是因為這段預告片的效應太好了 感受上很有深度 然後很現實 所以遊戲在發售後的一個月後 就賣的超過兩百萬套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在2011年那個遊戲年代 還沒有到現在這麼盛行的時候 賣兩百多萬套基本上就跟現在賣 七百八百萬套差不多的神啊 可能有點誇事但就是這種感覺 那一直到現如今死亡之島2出來了 十年過後又變成什麼樣的遊戲 其實整個玩法跟先前的改變不是很大 故事是有跟前座銜接 但場景有變不是發生在原本的島 而是改去了LA洛杉磯 大家準備要從一台飛機上面逃離 上面都是有錢有名的人士 可惜還是遭到了上色的攻擊 我們就要從六個免疫上色的主角 選出一個當作是操控的角色 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能力還有特性 有些人是坦克 然後有些人是攻擊手等等的 劇情的主軸也是逃出生天 過程同樣也是會有各種不同的喪失 只是在技能的選擇 先前是有類似技能組讓你去點 這次改成了卡牌的機制讓你去替換 有點類似B4B那種卡牌的機制 比較重點是兩代都可以跟其他玩家一起玩 所以最大最大的賣點 就還是跟朋友一起殺喪失的爽感 自己玩 老實說啦 有一點小悶 不過10年就像過去啦 為什麼遊戲在媒體跟玩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根據國外PC Gamer的報導 他們在體驗5小時之後的心得完畢 官方有特別跟他提說 這已經是遊戲的三分之一 讓他大失守望 因為遊戲在一代算是半開放世界 可以探索的地方其實很廣 這次卻變成了線性劇情 讓他覺得有點太過簡單 當然媒體評測 其他部分我覺得也還行 例如這次戰鬥有很多互動的元件可以使用 像是水、油桶、滅火器、炸彈、電箱等 都可以把他用在怪物身上 然後利用屬性來進行反推 比如說水然後配上電 會依據範圍來產生電力 然後電死怪物 卡牌的互換也是讓他覺得很棒的一個優點 最主要的重心還是在過程殺喪屍 是很爽的 但是劇情確實是有點單調而且無聊 他最後的結論是 那為什麼不乾脆玩消失的光芒2 地圖大而且豐富 探索意義又更大更爽了 我覺得這樣講對也不對 待會我在後面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講玩家的部分 玩家對於二代現階段的看法 從21號發售到現在基本上都是好評 雖然遊戲沒有上Steam是沒什麼根據 但我自己在直播 多數玩家都認為還不錯 主要是主動在多人連線 單人玩是因為遊戲初期 所以評價也不是很多 那我自己的體感 其實跟媒體有點類似 死亡之島主打就是用各式各樣 不同的武器打上市 技能的牌組分配其實也都還不錯 有點類似構築自己特性的流派 這些其實都蠻好玩的 但就是故事 我覺得初期體驗算普通 就是一個免疫的主角帶著狠尬 然後幽默的台子去找救兵 除了一代有出現免疫的主角 可能看破素食 不想管那麼多以外 那每個人都不敢出去 就你一個免疫敢衝鋒陷陣 所以總體的評價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朋友想要一起玩的話 這款遊戲真的是大推 那單人想自己玩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不錯啦 也很有趣 特別是多種要素的 屬性負面傷害 是遊戲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個賣點 講求搭配性又很講求走位 自己踩到也會不小心被弄死 又會很搞笑 不過唯獨媒體最後說的 乾脆去玩消色光芒2 我覺得講究有點不太對 因為這兩款雖然都是打上色的遊戲 但本質真的差太多了啦 特別提一下 消色的光芒台灣以前叫做垂死之光 我自己是喜歡垂死這個名字 但官方已經證明了 就尊重官方的決定吧 消色的光芒先不論開場的優化 Bug問題讓他一開始就遭到超多的負面轟炸 但以他本體的遊戲玩法 主打城市跑酷 然後帶出各種瞎啪的姿勢 殺喪屍 是我覺得遊戲裡面最大的一個賣點 可以利用既有的跑酷技能 還有二代推出的滑翔翼 在城市裡面私路亂串 以現有的遊戲性 就是有點類似 半開放世界的探索 讓你有更豐富的搜索構築 不過缺點也是很明顯 劇情大多數玩家不太喜歡 覺得普通 還有開場很多Bug等問題 而死亡之島的主體 講求的是殺喪屍的爽感 以及喪屍在遊戲裡面的特性 也都完全不一樣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武器 然後打出對喪屍後續的反饋 打出來的番茄醬 還有大量解枝的爽感 再配合畫面的呈現 講真的 只有一個字 爽 而且死亡之島 我自己是覺得變成線性劇情 也不是沒有不好 因為不管是一代還是二代 兩個都有武器寶物的階級之分 探索到後面也只是找到箱子 來提升自己的裝備 本質上的意義沒有很大 這樣子的探索 多數只會增加煩躁感 除非地圖有特別精進設計過 但就我自己玩五六小時左右 大多數的房間內部變化 真的太少了啦 光這樣子 我就覺得有點煩了 設計更大 豈不是讓你玩不下去 那講到劇情的部分 整個格局也是很有差 死亡之島是正在討難潮 那消失的光芒2 是已經對一個絕望世界 有一個基礎 所以知道怎麼樣應對 只是玩法上 以簡單的評論 就是兩個都是沙喪式的遊戲 但內容真的是差了很多 不過我自己是還沒把遊戲給打完 現在當然不敢說 這款遊戲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再加上MEDAQUARE 在PH5版本 媒體跟玩家的評分 似乎是打持平的狀態 所以最好還是等我把遊戲給打通 再來跟大家分享 心得會比較準 但就前期的心得來講 算是一款單人玩 還可以 然後多人玩 好笑又刺激的搶作 最可惜的就是平台之後 PS4、PS5、然後XBOX的EPIC 爛就爛在PS4 不能當房主 只能PS5平台開房給人家進 可能在讀取上面也是有差 才會這樣設計 那Steam的玩家 可能要等一陣子才可以玩到 限制段是沒有資訊會不會上 所以只能見觀其變囉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陣子 推出的遊戲表現 嗯 稍微看了一下 好像有點慘 大多數不是褒貶不一 就是負評 那有些雖然是極度好評 但是內在卻有不少的問題 不過開場 我們先來一款有趣的 搖滾之神 這款算是我覺得今天最特別的一支 它是以音樂節奏 然後搭配格鬥的綜合項遊戲 但感覺的出來 應該是手指破壞者來著 我們在遊戲裡面需要搭配節奏以及音符 去按壓各種不同的按鈕 如果你沒有按中沒有按對的話 對方卻按中的話 那你就會扣血 而且格鬥遊戲裡面既有的蓄力 還有必殺技 在遊戲裡面也可以使出來 有些是讓對手增加更多的音符 讓人家的手指比你還要快抽筋 或者是你想噴一點奇妙的議題在上面 擋住人家看音符 都是沒有問題的 看起來玩法有趣 但比照已經玩過的玩家說法 雖然講求的是節奏遊戲 也是會有很多音符在上面 但是有時候卻沒有對到節奏 對音樂感知比較強的玩家 感受上多少還是會有點落賽 這點算是不少玩家提到一個重點 迪士尼無限飛車 這是一款以迪士尼風格為主的 競技類賽車遊戲 我們在遊戲裡面 可以選擇迪士尼各種不同的風格 米奇、堂擾鴨、花木蘭、 神鬼奇寒船長 他們都會在遊戲裡面出現 大多數的玩家入坑之後 覺得遊戲真的是好玩 速度感也不錯 評價看起來也是極度好評 好像真的很讚 不過實際上內容卻有不少玩家不太推薦 主要的原因是 遊戲本體要先掏你一波險錢 到了裡面還有商城買東西 這也讓大多數的玩家表示不公平 如果只是造型 那就算了 但多數比賽都是那些課金的傳奇車款 這也讓不少玩家留下許多的負面品價 甚至還有人建議 乾脆玩跑跑卡丁車 還不就實在的 至少遊戲本體還可以免費玩 不過我還是蠻好奇 大家看到這種本體要先付錢 那裡面又有商城又付錢的感覺是什麼 我總覺得接受的人應該不會太多才對 怎麼還是有這麼多人買單的感覺 聯盟外傳 這是一款以英雄聯盟故事背景去打造出來的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玩家在遊戲裡面需要扮演賽勒斯 利用他既有的特殊能力 偷竊敵人的大招 並且在蒂馬奇亞王國革命的故事 這款以目前的評價多數都不錯 不過買單又支持的好評 都是喜歡賽勒斯這個角色 或是喜歡英雄聯盟故事的玩家 可是以現代遊戲百花齊放的年代 大多數的表現求平穩 就單純是穩一個字 如果打鬥普通 玩起來沒有什麼新奇感 你可能就會覺得這是一款平庸的作品 光這點你可能就要上心一些 看他是要這樣得更便宜 再買還是要等後續評價的說法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我的世界傳奇 這是一款以早期叫做我的創世神 現在正名為我的世界的衍生作品 主打類似RTS加上一點動作成分的遊戲 要講比較像的遊戲 就有點類似魔獸爭霸 一個英雄帶一堆兵 然後四處打下所有的疆土 我們在遊戲裡面 是類似救世主的存在 因為大地遭到了哥布林的侵襲 家園遭到的破壞 無處可躲 你就要利用現有的資源 生產大量的兵來營救這個世界 遊戲本體目前的評價是 褒貶不一 主要原因是因為太單調 兵種不夠多 玩起來不夠過癮 再加上我剛剛講 魔獸爭霸也不算太對 因為魔獸裡面的英雄還可以講話 傳奇內的我們是沒有任何變化 就是一名指揮官 沒有加強的要素 我自己也有玩也破關了 心得會在下個禮拜出來 撇除以上這些缺點 整個過程是頗有毒性 能讓我從早上開到下午 然後晚上開到凌晨 還不度估的遊戲 真的是不多 比例其他的騎馬砍殺的遊戲 雖然不是到很大的亮點 但我覺得可能是有考量到 玩這類的遊戲 年齡層偏小 所以才會不想要做這麼複雜 這一點算是小有可惜 有XGP的朋友建議可以用地獄服務玩 算是一款蠻不錯的選擇 迷失之刃 這是一款以砍殺為主的動作遊戲 遊戲的畫風走的是偏美式 戰鬥主要的玩法是用武器的搭配 去跟敵人來個敵我之間的對意 這種玩法其實就很像是黑魂打王的感覺 唯獨不同就是你必須要看敵人 顯示出來的顏色判斷要閃還是要格擋 當你有格擋到的話可以消耗類似 耐力或是體幹值 格擋到敵人都沒了就可以處決 我覺得打贏一個人很有爽感 一對人馬更是不用說 武器的種類在遊戲裡面也是很多 可以練他的熟練度 然後買了之後可以有不同的特殊攻擊 但這同時也是一個缺點 就只有特殊攻擊可以解鎖 然後加強天賦可以點 沒有單把武器到後期變強的感覺 玩到後面要換一把才會有新鮮感 這一點算是小有可惜 那以我體驗一小時半左右 這款撇除打擊感普通 然後畫風不太吸引 我覺得會是一款喜歡多種武器 去幹爆敵人爽感的玩家會喜歡的遊戲 泰拉比特 這款應該算是這次最不推薦的遊戲 那同時評價也是最慘的 所以特別為他做個介紹 算是給玩家來個提醒 泰拉比特三個月前有出一個版本 後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無預警下架了 當時主打是類似大家可以創造自己的世界 跟我的世界差不多 只不過泰拉比特多增加一點RPG的成分 讓你可以打怪然後通過主線通關 可是這次卻把整個東西大砍 重新上架後 最好玩的冒險模式沒了 只剩下很多自主深層的建造模式 變相玩家只能打打野外的小動物 除草 然後蓋蓋自己的家園 變成純我的世界的遊戲 總結來看 就是最好玩的冒險 最毒氣的地方沒了 是具遊戲本體最棒的特色 如果你真的有喜歡 也還在考慮的話 可以考慮玩麥塊就好了 大多數的玩家都不太推薦這款遊戲 好這次的電玩麥下款 就到他們結束囉 那我有把整個順序做了一點小改變 撇除有不少朋友都有在留言說 閱讀有問題 那我自己觀看後台數據 大多數似乎也是為了新聞點進來 所以這次的調整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讓大家看得比較順一點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死亡之島2這款遊戲 現在體驗下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是跟媒體一樣覺得它比銷射的光芒還要爛 還是你是玩得超爽的那個玩家 都可以留言來跟大家聊聊 也順便提提大家一下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在下個月準備要上市了 前幾天我有做了一篇 王國之類的十件事情 內容不是介紹英俄書解釋很清楚的四大技能 而是強調故事會以哪個種族為出發 然後時空穿越的佐證 等各種不同的整理 純粹是想要讓各位 可以在遊戲進入之前 能有一個更好的體驗 不要一進遊戲就變成無頭蒼蠅 對不確定要不要買的你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解惑 那這一片也是花了我一個禮拜左右 希望大家可以點資訊欄 或是置領影片幫我砰砰廠 看一看喔 那感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 沒有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 也想知道這個禮拜的遊戲跟新聞 這部影片完全就是可以分享給他 我是SKY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